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航洋装备武器成为中船重工的一大重任 加快核动力航母的突破 是中国海军实现战略转型最重要的一步 而中船重工这次提及的核动力航母 中国唯一需要攻克的就是航母核反应堆技术 在核能运用方面 除了遍布全球的中国核电站技术 中国还具备研发以及使用深海核潜艇的宝贵经验 在这个基础上攻克这一技术指日可待 到2025年国产核动力航母获下水与服役 英国网友表示 中国即便拥有核动力航母 也无法与美国航母相抗衡 更何况中国对如何使用 以及怎么管理维护核动力航母的经验为零 届时还不一定会发生什么 然而有法国网友表示 绿色英国自己建造了两艘柴油航母 就因为没钱连个家门都出不去 更没钱为其配置建载机 直至退役或者卖给印度 就连英国最新建造的新一代 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 到现在还是处于裸奔状态 法国和英国相比 一个半斤一个八两 由英国网友回应到 只有戴高乐号航母的法国 因为强行使用不成熟产品 才导致问题频出 因为这很长一段时间将无再提可用 这就是英国为什么不采用 核反应堆技术的原因 最无辜的就是印度了 印度这次好不容易 谁也没招惹 最终还是逃不过网友的火眼金金 有外国网友称和中国一样 都是购买苏联时期的二手航母 它的常规动力航母到底如何发展 将是件很有趣的事 还有人指出 相比美国 中国在未来几年的前景 是无法预测的 连续几十年都是如此 况且如今的中国 无论是经济能力 还是工业基础 又或者是研发水平 和几十年前的中国 不可同日而语 此刻西方最后悔的 是把中国这条巨龙给叫醒了 今年有我国牵头 发起了神秘的雪人计划 这是一件震撼全球的大事 终结了美国三十年来的霸权 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一号哨所 回复雪人了解详情